Hello and welcome back to our online service Hi 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出席我们的现场崇拜 We're so glad that you can join us today 我们很高兴你能参与我们 And it's in the middle of December now 那现在我们已经在12月中旬了 And our church we are preparing to come back on site 那我们的教会也在预备着我们回到的实体教会 We'll still continue to have online services 我们会 那肯定的我们会继续地进行现场崇拜 但是我也要预备大家 我们预备好我们自己本身回到实体崇拜 使得我们可以面对面的见面 那大约从1月份开始呢 我们会开始回到我们的实体崇拜了 And because of that We'd like to encourage you to start having a habit to set aside Sundays for the Lord 因此我们要鼓励大家 把星期天分别为圣出来献给我们的主 尤其是英文会堂的 大家要留守报告 那今天我们来探讨的是在 得胜者系列当中的第七个部分 它是在启示录当中所记载的第六所教会 在启示录当中记载的有七所教会 那时候神对那七所教会说话 他对每一所教会所说的话是不同的 因为每一所的教会情况不同 而神是直接的去处理那一个教会的情况 有一些是赞扬的表扬的话语 也有一些是肚子的话语 而这七所教会呢 其实也能够代表着 大概笼统地囊阔着我们全世界教会的情况 所以耶稣对这七所教会所说的话 其实他对我们现今生活还是实际的 那我们之前囊括了有很多类像 以辅索、别加摩等等的教会 那今天我们将会来看的是 所以在我们还没有开始读圣经之前 让我们来祷告 我们天上的父 我们感恩对于你的话语 因为你甚至于对今天的教会仍然来说话 我们祷告说当我们每一个人在聆听神的话语的时候 然后我们会认真看待神的话语 不管是度责或者是表扬的话语 主耶稣我们正在聆听 求祢来对我们说话 奉耶稣的名我们祷告 在七十路第三章七到十三节说到 基斯路第三章七节说到 你要写信给菲拉铁飞教会的使者说 那圣洁真实 拿着大卫的钥匙 开了就没有人能关 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 我认识你的事 看来我提前你一个闭门 那没有人能关闭 我认识那你没有力量 那你能保持我的话语 但你能保持我的话语 但你没有拒絕了我的名字 我会让那些人 在聆听神的圣洁 那些人认识成书 虽然他们不是 但华士 我会让他们来 然后倒下在你的肩 然后拒絕 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略有一点力量 也曾遵守我的道 没有弃绝我的名 看啊 我在你面前 给你一个敞开的门 是无人能关的 那撒旦一会的 自称是犹太人的 其实不是犹太人 乃是说谎的 我要使他们来到你脚前下拜 也使他们知道 我是已经爱你了 你既遵守我忍耐得到 我必在普天下人 受试炼的时候 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 I am coming soon hold on to what you have so that no one will take your crown The one who is victorious I will make a pillar in the temple of my God Never again will they leave it I will write on them the name of my God and the name of the city of my God the new Jerusalem which is coming down out of heaven from my God and I will also write on them my new name Whoever has here ears let them hear what the spirit says to the churches 我必快来 你要持守你所有的 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 得上的 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 做柱子 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 我又要将我神的名 和我神城的名 这城就是从天上 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 新耶路撒冷 并我所有的心 并我的心名 都写在他上面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都应当听 那菲拉铁飞这座城呢 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贸易的城市 it was strategically placed located along the trade routes and it was a home of temples of Zeus and also the emperor 那么它是在贸易的 那个城 贸易的道路上面 很重要的一所城市 那么它也是 这一个宗斯的 这个庙宇的 这个地方 and this city was named the name is Philadelphia 那么这座城的城市的名字 叫菲拉铁飞 and it means Phileo Adelfos comes from Phileo Adelfos which means to love and brother to love brother 这个字的原意呢 它其实就是去爱 爱弟兄的意思 and in this city was a church 在这个教会当中 在这个城市当中 有一座教会 而耶稣在对这个教会 来劝勉 耶稣这么描述 他自己说 那圣洁的 真实的 那他要他的教会 继续地真实 圣洁 并且忠诚于他 因为他一直以来 他都是忠诚的 真实的 那耶稣也提到说 他是那个拿着 大卫钥匙的 那耶稣他也形容了 一道门 然后还有这个锁石 和这个锁头 也就是这一篇信息当中 一个很重要的图片 那耶稣这么形容 他自己说 他开了的话 就没有人能关 那么他关了 也没有人能开 所以耶稣是那一个 敞开门 也是那个关门的 那么耶稣他今天 他要鼓励他的教会说 他就是掌握钥匙的 这为什么对 菲利铁菲的教会 是很重要的呢 那是因为说 那一座城里面的犹太人 把那些信耶稣的犹太人 拒之门外 他们是不允许 他们是被拒之门外 不允许进入他们的会堂的 而这个作为基督徒的 这个犹太人呢 他们会觉得 他们自己何等的渺小 所以耶稣就鼓励呢 这个教会说 他才是真正敞开门 也是关闭门的 那耶稣也知道说 耶稣也提到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他才提到说 我所开的门 没有人能关 我关的门 也没有人能开 那么跟施美达教会 一样的是 这一座教会 他们只有表扬 并没有任何的批评论断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真理 就是被逼迫的教会 往往就是很纯洁的教会 而非拉铁非教会呢 他们是很忠诚于耶稣的 他们是一个很纯洁的教会 那么作为一个被逼迫的教会呢 那么他们需要面对许多的挑战 这是耶稣对非拉铁非教会的一个评价 他说 我知道你略有一点力量 那教会呢 他们就觉得说 他们处处受到压迫 他们觉得说 他们受到整个教会的排挤 甚至于来自于 他们自己族群犹太人的排挤 单单是因为 他们选择相信耶稣 他们也认为 他们也觉得说 他们自己是少数 我们看这是耶稣对他们的表扬 说 他们也许是那个少数的 但是他们却是耶稣表扬的 耶稣喜悦他们 那可能这个也是对于一些小教会的一些话 耶稣看不看到说 也许你觉得你很软弱 可能一些很小的团契当中 你会觉得说 你很软弱 你觉得 你们人很少 但是如果你能够持守 去追寻耶稣的话 那么耶稣能看到你的行为 那么耶稣 他这样子应许说 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 其实不是犹太人 乃是说谎 我要使他们来你的脚前下拜 也使他们知道 我是已经爱你了 那么整个犹太人的社会当中 他们排挤了 他们排斥那些 接受耶稣的犹太人 那一群的犹太人 他们自称是耶稣 但是耶稣却说 他们自称是犹太人 但是耶稣却说 他们是属撒旦一会的 如果他们自称说 他们是属神的 但是他们去逼迫神的子民的话 那他们肯定不来自于神 但是耶稣鼓励他们说 他要使他们 来到你的脚前下拜 那耶稣的意思在这里 就是他会敞开一些门 就是说他们甚至在那座城当中 他会敞开门 让更多的犹太人来认识耶稣 所以这个鼓励是不单只是对那时候说的 也是甚至于对今天的教会所说 那么在这个世界当中 微软有一些世界的角落 当你去认识耶稣 当你承认耶稣是你的主的时候 那么你的社会 整个社会开始排挤你 甚至是家庭都会去排挤你 而你的家庭成员可能都不要认你 把他们赶出家门 甚至是他们会在身体上去伤害他们 甚至于杀害他们 在有一些国家当中 他们会称为这些是荣耀的杀害 因为他们会认为说 为耶稣献上生命 他们会因为他们家里的人信主之后 就把那个家庭成员杀害 但是耶稣说他在敞开门 而那座敞开的门 其实就是福音的门 让福音的种子 能洒进这些人的心里面 敞开他们的心 有一个网站叫敞开之门 他们列下来说 伊朗是其中一个 最难去跟随耶稣的地方 但是在这个国家当中 他的基督教是很快速地成长 他甚至在网络上 是这么形容 这个教会 他说 这个国家的教会说 它是世界上成长最迅速的教会 在一个这么艰难 这么难要跟随耶稣 相信耶稣的一个国家 人反而更加饥渴目逸了 纵使他们有可能 要付上神秘的代价 但是他们还是 静悄悄地来到耶稣的跟前 有一些可能是静悄悄的 有一些是公开的 当然如果你公开的 承认你是跟随耶稣的 那么你就把你自己 陷于危险当中 所以这就是在那个国家的福音运动 神已经敞开了门在那里 甚至于在这个城市当中 在我们的社会当中 我也听到一些故事 神祂在敞开门 去触摸一些我们身边的人 我听到会员当中有一些故事说 当他们出去运动 或者出去散步的时候 他们能够跟他们的社群 他们的这一些灵舍连接 然后他们就认识了这些灵舍 这些灵居之后 他就有机会来分享神的福音 我也听到关于在职场的故事 当我们的会员听到说 要看好我们 我们要敞开我们鼠里的眼睛 看见那位哥的庄家 他也能看到说 有许多的人 有许多的需要 因此他们的小组就聚集一起来 去照管关怀一些的家庭 就去对那一些有需要的家庭 展现出神耶稣的爱 那耶稣祂在敞开门 对于那一些还没有相信祂的人 那我们也鼓励那些伴侣 可能还没有得救的 又或者说 跟你一起住在同一屋檐下的家庭成员 还没有得救 那在哥林多前书7章14节里面 有讲到说 一个还没有得救的丈夫的妻子 而这个妻子如何把圣洁的同在 带入这个家庭当中 当你持续地抓住你的信仰 你不但不会被那一个 还没有得救的人 负面的影响 反而你是很正面地去影响 那还没有得救的一方 也因着你很忠心地 跟随耶稣 另外一半 很可能因此来认识的主耶稣 让我们能够抓住这一个神对我们说的话 就是神他已经为我们敞开门 但是我们必须持续地忠诚于神 忠实于神 因为耶稣他在为我们敞开门 所以你看 耶稣对教会的这个劝勉是这样的 他这样说到 我们都晓得说耶稣他很快就来了 但是在这里 耶稣的意思更加倾向于是 祂会来到去鼓励你 然后祂的同在在那里 圣灵他会来到去刚强你 当你很热热的时候 作为很刚强 其实不需要一个刚强的外表 而刚强的教会 也不一定是一个很大锁的教会 我们感谢神 神祂祝福一些教会 也包括了我们的教会 有很多的人 但是人数不是重点 你可以知道说 在我们的启示录当中 最后的一所教会 就是老底家教会 它其实是一家很兴旺的一个教会 但是他们却有问题 他们是不冷不热的教会 所以它不关乎于这个教会的大小 或者说这个教会所拥有的资源 乃是这个教会当中成员的心灵状况 而成为刚强的关键就是成为软弱的 因为什么时候我们软弱 什么时候耶稣就刚强了 而这个非拉铁非的教会 他们觉得自己非常的软弱 但是耶稣却鼓励他们说 我跟你们同在 我必快来 我要成为你们的拯救者 在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2章里面说到 他的肉体上有一根刺 它可能是一个疾病 那也很有可能是一些逼迫者 又或者一些逼迫 因此保罗觉得自己非常的软弱 因着这个肉体上的刺 保罗不停地来到神的面前求 他三次求告主说 求神挪走这个刺 可能我们也能够感同身受 我们也曾经跟求神求说 把这个痛苦挪离我的生命 把这个挑战拿开 但是在圣经里面记载 神这么说到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得到力量刚强的关键 就是软弱 保罗持续地这样子说下去说到 所以要成为刚强的关键 就是在主的面前成为软弱 让他成为那个使我们刚强的人 如果你觉得自己很软弱 因着一些逼迫 因着一些的急难 你觉得自己很软弱的话 那么你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刚强你 当他来到我们里面的时候 他就刚强我们 那么神对菲拉铁非教会的应许 又是怎样的呢 耶稣可能有一些人会讲说 为什么神会把我们放在 这一些的挑战当中 我们觉得说是神 让我们这么痛苦的 但是你知道吗 神他要我们胜过 透过这一些 胜过这一些的挑战 他说那得胜的 所以耶稣他要我们是那个得胜的 甚至于得胜过我们的软弱 他应许我们说 他要叫我们成为 他殿中的柱子 他应许说 他要将神的名 和神城的名 写在我们上面 赐给我们新的名字 所以耶稣他要鼓励我们说 使到我们可以在软弱当中 仍然是刚强的 这就是他的应许 他永远都不会舍弃我们 他会把他的名字 放在我们身上 可能很多的教会 都会觉得说 他们很少 他们的人数很少 他们很少资源 他们的人力资源太少了 很少 影响力太小 可能你也会这样觉得 在你的小组上面 又或者你作为一个个体 你也会觉得你自己很软弱 让我们祷告 我们天上的父 感谢你鼓励的话语 主要说你是那一个敞开门了之后 就没有人能关的 而当你关上了门 也没有人能敞开 主要是我们为着那些正在经历痛苦的人祷告 就好像保罗他三次求主 拔走他生命当中的刺 但是神你鼓励他说 让他能够意识到说 是神你在他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我们也祷告说 当我们软弱的时候 神你的恩典会在我们的 你的力量会在我们的软弱上面显得完全 我们祷告说 神你会继续地在我们生命当中 打开很多的门 甚至是那些逼迫我们的人生 你都要敞开门 我们祷告说 处处都有敞开之门 从我们国家最高的一个层次 那些有权有势的 到了我们直接能够影响的人群 打开门在我们的社群当中 在我们的家庭 在我们的职场 在我们的商场上 使到更多的人能够认识神你 透过我们的生命 奉耶稣的名我们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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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参与我们 也请大家继续留守我们等下的报告 我们很快见面 神祝福大家 优优独播集顾